深圳南篮立刻福建,放大10倍后看细节 原因清晰可见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场比赛,福建队输在不成熟的心态上 福建最近有点和上海难兄难弟 打得都不错就是总在最后时刻输几分 这场球福建的年轻人打得太好了 这么打下去,CBA大有希望 深圳永远都是所谓夺冠热门 但个人认为其永远是被高估的球队 朱世龙这用人看不懂啊 明明手下精兵良将那么多 怎么打成这样 就说曾灵炫为啥没有稳定的上场时间吧 福建队最后就靠外援在那里胡整 不输才怪 还有就是防守一点没有针对性 贺希宁在外线投了一个又一个 福建队居然没安排针对性的防守 赵一鸣还是有实力的 不知道为什么福建队在缺少高大中锋的情况下 也不使用赵一鸣 福建南篮不是能力问题 而是思想问题 现在已是混子球员 对球队不但没有帮助 而且负能量一览无余 顶星球员不能发挥顶星作用 气质不足惜 深圳南篮的贺希宁也是个狠角色 第四节真的可以说凭一己之力逆转形势 带领深圳队一股作气拿下比赛 如果能够稳定输出 贺希宁也是赛季最快进步奖 乃至MVP的有力竞争者 贺希宁完全有这个实力 但是深圳和小赫个人的人气不太行 他要是在广东或者辽宁已经吹上天了 不要把一场常规赛看得太重 季后赛才能看得出关键时刻的球星效应 贺希宁今天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他是深圳队的希望 深圳队贺希宁不仅球打得好 而且是个球品很好的运动员 球场上看到的他都是很敬业 不骄不躁 值得年轻球员去学习 朱世龙指导是个好人 但真不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员 偶尔有亮点 大都是平庸 福建要想有所作为 冲击季后赛 朱世龙指导真不是那个领路人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 不能讲感情 三分钟福建喊暂停回来 一分不得也没叫暂停 是没暂停了 最后落后那么几分 慢悠悠过半场不抢时间 这个球有点明显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